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们10分钟学简报的系列分享 我是简报艺术工背方的创办人Bill 上一期的节目与泰军老师的访谈 我想各位朋友是否觉得有所收获呢 在这一期的节目呢 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也就是简报教学与婚礼摄影的双刀流 简报练工团的创办人Chuck老师 这边呢我们就请Chuck老师 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简报练工团的创办人 我叫Chuck 但也有朋友叫我江江 那目前呢我在网络上有经营两个社群 一个叫做简报练工团 一个叫做简报江江江江江 江江江江江 没错他是一个简报的部落格 那我目前是一位简报设计的讲师 那有到很多的地方去做一些简报设计的教学 那目前大概有这一两年大概有做了一两百场的简报教学的经验 你的本名是Chuck吗还是 我的本名叫做江桥 长江的江 桥夫的桥 那就是义名吧 哈哈哈 不是义名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义名 每次到很多地方上课 很多人都觉得说 老师你这是不是义名 可不可以给我们你的本名 我们这样才有办法报仗 其实我的名字从以前到现在就这两个字而已 长江的江 桥夫的桥 不要念成江 桥 也不要念成橡 桥 懂得不太好 OKOK 江 桥老师啊 好 Chuc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接下来换问的问题吧 Chuck 老师呢 是在我认识的讲师朋友中呢 非常特别的一位 除了简报的设计与教学之外 还是专业的摄影师 从什么风景啦 旅游啦到婚礼的摄影呢 都能够得心一手这样子 所以这边呢 其实我相当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对你来说呢 简报设计跟婚礼摄影 对你来说呢 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有否关联的 还是属于分开的两个专业这个样子 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是把它当作两个分开的兴趣 但是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我慢慢的发现 其实不管是摄影也好 或是简报也好 它其实有所谓的共通性 那我认为它的共通性的部分 比如说像是像 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说 比如说像做摄影的时候 其实我们假设 我们要出一本摄影集 我们会对摄影集 拍非常多的照片 某个主题 假设我要拍摄台北的异象 那可能我会拍摄 一两万张的照片 那我如果要出一本摄影集的话 我到底要在这一两万张照片里面 怎么样去挑选出 当中最精华的部分 最有趣的部分 来进行摄影集的发售 我觉得跟简报很像 你在大量的资料中 哪些资料 要把它做挑选做呈现 这其实会需要很多相同的思考 你要用什么东西当作主轴 用什么东西要做分类 让它藉由从起程转合 你要怎么样去铺成一场 一个线性的一个呈现 让它更精彩 然后甚至里面有一些要比较精彩的部分 有一些要比较淡的部分 比较轻的部分 让观众的视觉 能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接下来再进入高潮 我认为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 共通的部分 而且都是所谓 视觉上的一个呈现跟表道 我认为 这是其他很多相辅相成的地方 先前我在跟Chuck老师聊天的时候 Chuck老师曾经提过 现在的简报跟摄影这两个专业 可以回溯到研究所时期的兴趣 我想这种从兴趣变成职业这种道路 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十分下往的 不过在追求这种目标的时候 往往也会疑惑说 哎呀我在大学里面培养的兴趣 有没有办法变成日后的职业呀 不晓得对于像是这样子的迷惘 Chuck老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建议 或是提醒说 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特别注意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这一两年 关于斜杠青年或是说 斜杠 斜杠出现了 斜杠这个单字非常的红 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疑问 你怎么样把你的兴趣 慢慢发展成职业 可以吃饭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我个人认为 老实说其实我 我并不是一个相当有规划性的人 比如说很多人说要与中为食 你要想成为什么 然后前面要开始逆推步骤回来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人 其实我刚有说过 其实从研究所开始发展 就是专严简报 或是专业影像 或是专业摄影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 就要把它发展成工作 其实我觉得 重点是说 假设如果在没有人 付钱给你 或是说没有人 没有人支持你的房 的时候你还是不断的愿意去专严这样东西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 很多人都什么靠热情 我觉得热情它是有 极限的 你如果 那个热情不见了 你还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那个 或是说你没有钱 你还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认为就是 其实我不管人家要不要付我钱 或是有没有给我钱 其实我都还是会 继续持续研究这件事情 然后我认为其实有时候不断研究 不断研究 当你到某个时间点 到某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它自动机会跟 那个人会自动向你靠近 然后你其实抓住那个机会 你慢慢就会从那一块发展起来 那当你随着 机会抓住 然后慢慢的 掌握到一些工作 有些工作要又开始来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它其实 你会发现 好像开始 当你一个工作做好 然后其实就会有人 开始帮你介绍 慢慢口碑就会开始散步 那慢慢的慢慢的 你可能你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做兼职 那兼职的工作 其实你会慢慢发现说 其实兼职工作的 那个其实越来越稳定 收入其实也还OK 当他收入到达一个稳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心理就会踏实一点 你要自己把这个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 你也不会这么堂皇 因为你不是冒然的跳 你会发现 他其实有个支撑的时候 其实你要转换 一些些也不会这么困难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历程跟想法 在这一次呢 我们与Chuck老师一起合作的 大学生必修的十二堂简包课中 Chuck老师主讲的单元就是 应用资源、网络资源 怎么找、如何用 之所以会请Chuck老师 操造这个单元 是因为呢 其实大多数的人 在做简报的时候 往往会用到图片 或是相关的网络资源 可是我们不太可能去 亲自排出那张照片 通常都是上网 或是去图库里面搜图 这个样子 那我听说 其实呢 想要在图库里面搜到好图 找到好的网络资源 它背后的技巧 其实跟摄影的技巧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知道这部分的话 能不能请Chuck老师 稍微透露一下这方面的诀窍 如果对于摄影不擅长 希望能从图库中 找到一些很棒的图片 用在简报里面 其实我个人 会有个建议 就是说 你怎么样 找到一张 让人有印象的照片 会很重要 让人家有印象的照片 会很重要 其实我认为 你的简报的图片的使用 要让别人有记忆一点 其实我认为很重要 就是说 你能对于那种很 有些很老梗的照片 有些跳脱 比如说像 像我们之前聊到很多 就是比如说 有些要讲合作的时候 一定就会有一种 外国人合作的时候 我也是握手的那种 在那中间 讲到创新一定就 灯泡又亮了 然后又什么 鱼又跳过来了 或是 或是什么 应该 搞不好你们都有看过 有没有很多人看过 什么蝴蝶 重变成蝴蝶那种创新 那其实 你会发现了 有些关键字 然后你想到的印象 一定就是那几个 你能想到 他一定也想得到 然后什么杜彦隆都想得到 那其实我认为 其实那种 就是其实 你放那样的照片 那样的印象 它其实不会有任何的惊喜感 那其实我可以提供大家 几个方法 比如说你在搜寻的时候 关键字很重要 那第一种 你可以找所谓的同意词 同意词 比如说你在下英文单字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同意词可以下 甚至是说你能不能 我常会说什么 同意加翻译 那另外一种就是用 不同国的语言 有时候也可以找到更多 不同的特别的影像 那你在找影像的时候 我也会建议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找到前面的那几个 比如说刚才讲到老根那些影像 就尽量不要用 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联想 那有一些其他关键词 你去 比如说去寻找到的时候 你不要用一开始就可以找到的那个 一开始就联想到的那个影像 你可能稍微 联想稍微远一点点 那些那个影像 才会给别人有一些记忆点 甚至你可以赋予他一些 你自己亲身的小故事 或是你听来的朋友的故事等等 那样的异像其实会更好一点 对 以上就是我们跟这个Chak老师的专访 谢谢Chak老师 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参考我们一起合开的 大学生必修的十二堂简包课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希望Chak老师帮忙解答的话 我会请那个粉丝们就是 各位朋友他们一起留言在这个下面 那之后的话 你会回答这个问题吗 OK 没有问题 OK 好 所以请各位朋友的尽可能留言在下面 那你想要任何希望他回答 包括就是跟简包无关 你也可以问问他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会尽力帮你 我们尽可能的回复啦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会尽我们自己了解的 所知的 那尽量的帮同学们做回复 OK 那这就是以上我们这一次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